好,我们这一期节目接着来读阿特拉斯耸耸间,边读边聊一些话题。 他继续走着,提醒自己,回办公室已经迟到了,他并不喜欢回去要干的活儿,但必须得干完。 因此他没有尝试拖延,而是让自己加快了脚步,转过一个弯。 他从两栋大楼黑沉沉的身影空隙中,看到一幅悬在半空的巨大日历,像在门缝里看到的一样。 这是去年有纽约市长在一栋大楼顶部竖起来的日历,这样市民们抬头瞧一眼公共建筑,就可以像区分一天的终点一样, 直到日期,一个白色的长方块,悬在城市上空,向下面接到的人们传达着日期。 在这个日落夜晚的绣红光线里,长方块显示出9月2日。 埃迪·威勒斯移开视线,他从未喜欢过那幅日历的样子,他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令他不自在。 这种感觉看来溶尽了他的不安,两者并无本质区别,他突然想起有句话,类似摘录的一句话。 表达了日历看来,想要提示的东西,但他记不得了,他边走边搜索着这句话,这便如同悬在心中的一个空白的形状,既不能填上也无法丢弃。 他回头望去,白色的长方块矗立在楼顶,显示着不可更改的最终结果,9月2日。 埃迪·威勒斯将视线降回到街道,移向一转褐色食屋台阶前的蔬菜推车上。 他看到一堆金黄色的胡萝卜和新鲜的绿葱,看到一方干净的白窗帘在一扇打开的窗前飘舞。 他看到一辆公共汽车熟练地拐过街角,他纳闷的,他纳闷他为什么感到安定了下来,然后又为什么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愿望。 希望这些景物没有被留在上面那块开阔而不受保护的空虚中。 好,说到这儿,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写作玩的事情。 对吧? 因为我感觉这个,安兰德的这个作品,他的行文是比较朴实的。 而我们小时候写作玩呢,就被强迫着要说好听的。 你如果用朴实的语言去描述一个事实,那么无论你把这个事实描述的多么的准确,多么的真切,你都是得不到分的。 我就记得那会儿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一个什么公园什么的哈,那里有雕塑,那个雕塑又奇丑无比,没有任何艺术价值。 但是老师都强迫我们,要把那个雕塑说得很漂亮,很美,我就感觉很不舒服。 但是当时没有人来教我们说真正的好文章,不是说就满天都在说好听的,而是能够揭示出一些深刻的东西,能够描述出能够传达真相的东西。 我读到这个阿特拉松本间,我就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事情,让我很难受啊,我觉得那个不是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,那是在培养学生说谎的能力。 你把一个很丑的东西说得很好很好,而且你也不让学生表达他的真实的感受,这个学生他写作文他就不知所措,不知道该怎么写。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写,因为他不能写出他想写的东西,其实作为一个小学生,他在起初的学习写作的过程当中,最好老师是教他,你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,把你的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。 这就是写作的初步,这也是最容易办到的,如果你喊他扯谎,这个确实有点难。 尤其是含一些小学生扯谎,这个确实有点难。 因为越小的孩子他越不知道扯谎,那你让他写一个与他的真实感受不符的,或者把一个丑的东西写成美的。 你这个其实就是在扭曲他的心灵,而且他会觉得不知所措,不知道该怎么写。 这就是中国的语文教育的一个问题。 就是培养这些孩子,首先是不允许这些学生自由的发挥,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。 好像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,你必须要这样写才行。 你不这样写,你就得不到分。 其实往往那些所谓的好作文写的也并不这么好。 而且你这样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写成那个样子。 你这就扼杀了这些学生们的个性。 扼杀了他们自己的创造力。 扼杀了他去建立自我,寻找自我,认识自我的一种途径。 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。 非常非常有问题。 你看这个阿特拉斯从本间,他里面的文字,我的感觉都是比较朴实的。 还有一些鲁迅写的文章,他的文字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词照。 都是很朴实的,但那都是很好的文章。 因为他揭示出了深刻的而真实的一个现象,揭示了深刻的道理。 就这么回事。